今年以來本港的新股上市數量創九年來最少 政府說新股集資表現是受到外圍因素影響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書面回覆議員提問時提到 近幾個月 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相對動盪 新股集資亦受到影響 發行人普遍較為審診 全球新股集資額在第一季 安年減少超過一半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新股集資表現亦受到外圍因素影響 不過港交所四月新接獲的上市申請有二十二份 截至四月底處理中的上市申請 總共有一百六十八份 顯示申請上市的部分未有放慢 吳強說計劃在第四季就規管眾籌諮詢公眾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表示 滿意早前收購時多的表現 亦說計劃拓展電商業務至內地市場 無論董事局我個人 由去年八月到現在 這段時間收購時多後的結果 都是非常滿意的 我們也決定了加大 我們在時多電商業務上的投入 我們也會推出開始發展市多的電商業務在國內 我們希望這方面會對TVB業務的增速 和慢慢也會對利潤有比較大的貢獻 集團也提到上半年宏估環境波動和巨有挑戰 而上月廣告收入仍錄得雙位數增賞 並對下半年的廣告表現審慎樂觀 主席許圖也說 會尋求在內地多元化發展 包括繼續推出合拍劇和綜藝等節目 派適政策方面 集團說會按業式表現和業務需要做決定 歐洲中央銀行官員對加息步伐意見分歧 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近日示意 7月和9月都可能會加息四分之一來 央行管事委員芬蘭中央銀行行長雷欣說 支持在7月和9月各加息四分之一來 央行首席經濟師連恩表示 認同拉加德的加息路徑 說應該在第三季開始加息 但9月之後的貨幣政策要視乎通貨膨脹狀況 以及鵝烏戰士的影響 央行副行長德金多斯表示 到第三季結束的時候 負利率將會成為歷史 而加息的幅度將會取決於經濟數據表現 另一個管事委員 荷蘭中央銀行行長克諾特就說 通常前景仍然不明朗 目前不應該排除在7月貝爾加息半利 又說貨幣政策正常化 應該聚焦於加息 預計今年不會討論速減資產負債 全球第二大小麥生產國印度 暫時無意解除小麥出口禁令 印度因應熱浪影響收成 導致國內的小麥價格創新高 今個月開始禁止民間出口小麥 商務部長郭艾爾強調 市場供應不穩定 如果取消禁令 只會助長黑市商人團職居期 幫不了真正有需要的國家 認為應該通過政府之間的銷售 令到貧窮人士都負擔得起小麥 全球小麥價格飆升 其中一個原因是戰事 令俄羅斯和烏克蘭這兩個 供應大國的出口受阻 俄羅斯宣布設立人道海上走廊 容許七個烏克蘭港口出口小麥 副外長期望釋出善意之後 西方可以放寬制裁 協助解決糧食危機 美國限制俄羅斯償還外債之後 俄羅斯計博用當地貨幣勞報付款 美國財政部禁止當地銀行和個人 接受俄羅斯政府償還債券的款項 俄羅斯財政部認為 做法損害外界對西方金融系統的信心 未來會以勞報償還境外債務 之後經當地的結算系統 轉換成歐元等等 但是會保留在系統內 直到西方解除制裁之後才支付 強調不會重現1998年的債務違約 因為現在政府資金充足 俄羅斯去到今年年底之前 要償還大約20億美元的外債 郭太陽空計劃重新聘用幾百個 之前被裁的機組人員 郭太指望香港和全球航空業會復甦 為了配合未來營運需要 檢視一年半至兩年內的員工需求之後 增聘機師、空中復活員、地勤、工程師 和其他前線員工 由於需時訓練新人 所以開始接觸前年重組之後被裁的機組人員 部分曾經表明如果有機會願意重新加入 郭太前年以來裁員超過8000人 8個小時只營運郭太港龍航空 上月和理工大學合作 重提機師訓練課程 目標是今年帶來超過280個新機師 人民幣中間價終止連續四天的升勢 並且創一個星期的慎敵 官方開出的人民幣中間價 最新報6.6766對1美元 較上個交易日跌216點指 是上個星期五以來的低位 現貨人民幣方面 再按價早段在6.7的水平上落 來按價在6.71水平徘徊 另外人民銀行連續31日 進行100億元人民幣易回舊操作 扣除今日到期的易回舊 單日沒有在市場投放或者收回資金 應該追回你所投資的錢 還可以 有家庭觀眾股票組合 將來輸了超過六成 沈大師如何幫他翻身 今年來資金追捧環球股息收益基金 散戶能否跟得過呢 有前途今晚9點半 無線財經資訊台 一個城市的夜生活有多精彩 是衡量城市經濟活力的指標之一 廣州近年在夜經濟發展不為穴力 有新型建築項目 更以這個主題做賣點 最新發展是怎樣呢 大灣區解碼 今晚8點半 無線財經資訊台 香港總商會認為 新籌出世委員會的調查結果 未能反映當前經濟環境 憂慮會造成連鎖效應 令香港企業雪上加上 總商會認為 相關調查是在疫情大致受控的情況下進行 隨著大應波疫情蔓延 本地經濟疲弱 企業面對嚴厲的防疫限制措施 經營艱難 現階段建議公務員加新的幅度脫離現實 本港人材外流 行業人手短缺 企業挽留員工面臨沉重的壓力 難以跟隨政府的薪酬水平 機場管理局說 雖然過去兩年受到疫情影響 但仍然不斷提升設施 和完善機場的服務質素 預計本港會成為全球最高效率的一個機場 第三條跑道已經在去年完成鋪設 是非也在上個月順利完成 跑道已經準備就水 可以在今年啟用 根據我們的估算 目前香港各地機場 在2035年的客運量 將達到一億二千萬人次 而貨運量將達到一千萬公噸 我們將成為全世界最高效率的一個機場 人民銀行要求建立場效機制 推動金融機構服務小微企 人民銀行發布通知 要求用好降準、再貸款、再貼現等工具 確保保衛小微企貸款增速不低過其他貸款 全國性銀行發行貸款要向中西部 信貸增長較慢 和受到疫情影響嚴重地區行業傾斜 受到疫情影響的小微企 一段時間內提供更優惠的利率 減免罰息和降低服務收費等 也要優先安排小微企不良貸款核銷 返行更多小微企金融債券 和資本補充債券 積極開展信貸資產證券法 港股表現反覆 半日高低波幅近400點 恒指今早早高開100點 開始已經見了半日高位 之後隨即掉頭下跌 最多跌280點 再失手2萬點大關 見過半星期低位 比亞迪電子升3% 亞利健康業績後也升近1% 內房和物管股也受壓 碧桂園跌1% 國泰航空計劃重新聘用幾百個之前被裁的機組人員 有學者認為 住在世界各地航空陸續恢復 相信航空公司人手需求會急增 前年以來裁員超過8000人的國泰航空向空中服務員發電郵 邀請他們重新加入團隊 電郵提到政府近期調整旅行限制和檢疫要求 支持逐步恢復往返香港的航班 對公司的業務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踏出重要的一步 期待未來幾個月之後 可以給更多的乘客 往返更多的目的地 表明現在是時候重建團隊 並在電郵附上申請連結 國泰展望 香港和全球航空業將會復甦 為了配合未來的營運需要 檢視一年半至兩年內的員工需求之後 除了增聘空中服務員 也包括機師、地勤、工程師和其他前線員工 但由於需時訓練新人 所以開始接觸前年重組之後 被裁的機組人員 全球航空業其實都是復甦得比較快的 我們都預計可能去到夏年 基本上和疫情可能都是相差10%左右 但香港當然會隨著政府的防疫政策有改變 要提訴去請人 不能夠當我們看到復甦準備復飛 我們才進行請人計劃 跟其他行業不同 需要一些時間去做培訓 才能夠真正投入工作 學者預計 如果國泰能夠提供合理的報酬 相信能夠吸引前員工回歸 無線電視記者盧佩欣報道 無線電視記者盧佩欣報道